9月10日 9月10日 快拿起手機掃描QR Code 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測試 飛碟晚餐 我是陳惠文 中華民國112年5月16 今天是禮拜二 好 那這個很多 這個在討論什麼 明天到底國民黨要徵召誰 這題目呢 這個我談到也疲乏了 等明天國民黨正式的公佈名單之後 再來討論也不遲 那我們今天有意見調查 這個題目比較 傷感情 但是呢還是要來問大家一下 這題目是有典故的 我先把題目跟大家唸一下 意見調查 千萬別往心裡去 假如 我是說假如走到這一步 假如 假如 民主與和平 兩者只能二選一的時候 你的選擇是什麼 假如 民主跟和平 只能二選一的時候 你要選什麼 那你只能選民主 或者選和平 這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 那 這個沒有第三個選項 小孩子才做選擇 我兩個都要 沒這個選項 那 所以 你只能選擇民主 或者選擇和平 這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 這是一個意見調查 那為什麼問這個 當然是跟我們今天節目要跟他談的這個主題 有這個直接的相關 那剛剛有一位 這個網友在YT講說 你今天是要罵 罵郭台銘還是罵侯友宜 很抱歉 我們今天的節目 不會出現郭台銘也不會出現侯友宜 你以為我要談那個 我沒有要談那個 我要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說 這個 文道有先後 數月有專攻 有些方面的題目是我比較 這個 應該說 這是方方面面的新聞 我比較熟悉的 很有限 很有限 我這個學經歷非常的 這個 這個 貧乏 這一點請大家多多的見諒 那 我跟大家報告的新聞呢 取材會比較 狹隘 有時候我會比較閃 閃一些題目 就是我比較不熟的題目 我就不會去碰 那以前呢 這個 我在參加TVBS的這個 2100全民開獎的時候 韜哥啊 這個韜哥 這個給我很多這個指導 韜哥曾經 有一次他跟我講 他是面對面跟我講 這個不是說什麼打電話什麼 面對面跟我講 在TVBS的電梯裡面 他跟我講說 這個 這個 財經的部分 你要多多加強 因為 陶哥太了解我的 哪些題目我能談 哪些題目我不能談 這個 哪能夠 逃得過陶哥 手上 所以財經的部分 我是真的 真的是一竅不通 那沒有關係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準備的題目 通通都跟財經有關 當然也跟政治有關 這一點 所以我跟你講不會有侯友宜 也不會有這個郭台銘 我中午直播講了一個小時 我下午去梯台露營也講了一個小時 我後來 離開梯台之後 在路邊車播也講了一個小時 我已經講了三個小時了 現在你聽到是我第四個小時的節目了 我還在跟你講郭台銘跟何友宜 我跟你講 要講郭台銘跟何友宜 對我來講太簡單了 我隨便這邊故事講一講 那邊故事講一個小時就混過去了 我要跟你講這是比較難的 那這個題目的典故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為什麼選這個題目 這個意見調查題目不是我發明的 是賴清德當選民進黨黨主席之後 賴清德在民進黨的中央黨部 自由亞洲電台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自由亞洲電台你知道他背景 他是美國的媒體 他是美國政府出錢的媒體 你沒有聽錯 Voice of American 美國之音跟自由亞洲電台 這兩家媒體都是美國國務院出錢的 美國政府出錢的 好不好 那這個題目是自由亞洲電台的記者 他是一個外國媒體的記者 問賴清德的問題 他沒有我問的這麼有禮貌 他是問賴清德說 請問如果這個 只能在民主跟自由 這個這個民主跟和平 二選一的時候台灣要怎麼抉擇 他大概的問法是這樣子 那賴清德的答案呢 呃 這個等到五十分 好等到六點五十分 統計結束的時候 我再來告訴大家 所以這個題目不是我發明的 好 我跟你講 是我 我想出來的就我想出來的 不是我想出來 昨天我在提台啊 那個黃偉翰啊 好朋友嘛 學長你去調一下那個 那個韓歌啊 他都叫韓國瑜韓歌 你去調一下那個韓歌跟趙先生他們吃飯 他一講我就知道是哪一張照片啊 就是去年有一個韓國瑜趙少康朱立倫 江啟城的聚餐 好然後據說那家餐廳是韓國瑜很常去的 然後那一餐那一團是韓國瑜請客 韓國瑜找他們一起來吃飯 好然後他們四個就是國民黨的四個大咖 四大天王這個這個這個湘潭聖歡喔 就聚餐嘛 好 那黃偉翰叫我找這個照片 我就把那個照片很快的用ipad找出來 可是這個點是他想到的就是 他的idea 我就我就問我就叮他嘛 那時候廣告的時候我就叮他說 啊你剛剛為什麼不講 因為我們會來賓因為那天 呃另外一個是徐曉星嘛 就是我偉翰跟徐曉星我們三個同台嘛 我就叮他說啊你剛剛為什麼不講 他說我沒時間講 這個偉翰兄偷懶那沒時間 那但是是他想到的點子就是他想到的 我們不能這個略人之美 好那像這個題目呢 是這個外國媒體的記者文賴清德的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這個來龍去脈 好我我沒去趕也不會去傲人家的東西啊 那不是我想的就不是我想的 好 好那個啊這給我那個巴菲特那一張 來我們看這個最新的財經的消息 股神巴菲特啊他台積電的持股 他去年總共買了40億美金 這個已經全部賣光光了 好已經全部出清了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 這股神巴菲特他是全世界之間 這麼多人買股票為什麼他被稱尊稱為股神 好就是說巴菲特他的這個投資非常的犀利 好那他的這家投資公司去年啊 買進這個台積電 那因為他們是在美國全世界之名 所以他們他們買什麼賣什麼他要 這個財報要告訴大家的 那他去年買台積電的時候呢 這個我們當時的行政院長是這個蘇貞昌 好對不起蘇貞昌那個院長 然後經濟部長也是現在這個汪美花 他們當時都是大吹特吹啊 他們就一直跟大家宣傳說 哎呀你看我們的這個台灣 這個台積電非常的好 這個股神啊這個華倫巴菲特 這個全世界最厲害的這個這個投資 那你看買台積電啊 那沒想到這個不到一年的時間 他去年第三季買的嘛 那到今年的第一季 他已經把他買了40億美金的台積電的這個部位呢 這個全部都賣光光了 那去年第三季買進 他去年第四季啊賣了86% 那為什麼我特別跟大家講說 去年第三季跟第四季的這個時間點呢 因為你只要對這個巴菲特 有一個初步的了解 巴菲特他買股票他都是長期投資 他為什麼會被人家尊稱為股神啊 不是沒有原因的 那你看他的這個波克夏投資公司 他的股票的 全世界都有投資啊 他很少很少這種 買了就賣買了就賣 因為你很快的這個買進賣出 這個就是炒短線嘛 這個跟巴菲特的投資風格是違背的 他不太可能說我第三季買 我第四季就把他給賣了 好 那這個當然對台積電 對我們都是一個很大的 你買的時候大家都很開心說 哎呦股神對我們的台積電 好這樣的看重 這樣子買 大家開心啊 可是沒想到才 一個季度 一個季度是三個月嘛 他第三季買 他第四季就賣了86% 然後到今年的第一季 他把剩下14%也全部都出售 他就不留了 他一股都台積電都這個ADR他都不留了 他就把它賣光光了 那這個當然會讓大家很多的質疑啊 結果呢 這個新聞我們前陣子跟大家講過 這個是聯合報的報導 我跟大家說為什麼要救世重提 就是說聯合報寫這個新聞 其實是外電 外電 這個不是聯合報 這是外電的新聞 那外電的新聞理論上 我們所有的媒體都會 因為我們都有這個編譯組嘛 應該都知道才對 可是綠媒是不會跟你談這個新聞的 好 那後來呢 這個台這個台積電被他賣了之後 他第四季就在賣了嘛 那這個巴菲特他他他 後來他跑去買日本 股神他直接告訴大家 好因為 記者會問他嘛 說你為什麼把台積電給賣了 他說台灣的地緣政治緊張 他稱讚台積電是一家很好的公司 好 股神巴菲特他不是不愛台積電 他是說因為我們台灣的地緣政治緊張 所以呢 他跑去買日本的公司啊 好他去投資了日本五家 這個大的這個這個這個企業 他跑去投資日本 他台積電他不是給賣啦 就這麼簡單啦 他就直接講啦 那我請問大家 股神巴菲特他是中共同路人嗎 是嗎 他也是舔共的嗎 不是啊 他是全世界知名的這個投資專家 那他就直接告訴你 我為什麼賣台積電 就是 你們台灣這個地緣政治緊張 我就把他賣了 我去投資日本 他覺得日本這幾家公司 不錯 他去跑去買日本了 那 所以 各位聽眾朋友 我們就應該倒過來想說 為什麼巴菲特 好這個股神 他為什麼覺得我們地緣政治緊張 你去推算他的時間點 去年8月啊 去年8月是解放軍的軍演 去年8月就是裴洛西來的時候 當時美國眾議院的議長裴洛西來 來之前大陸就嗆聲了 結果裴洛西他堅持要來 來了蔡總統高規格的接待 其實裴洛西從他降落到他離開台灣 就不到不到一天 不到24小時的時間 他就跑了 裴洛西8月2號晚上來8月3號離開台灣 8月4號解放軍就射飛彈了 這是去年8月4號的事情 解放軍就連續這個 這個軍演 繞台的這個軍演 圍台的軍演 那股神是不是因為這樣賣股票的 各位聽眾朋友我們要自己去思考 想想人家為什麼說我們地緣政治緊張 飛彈晚餐 我是陳輝文 我們今天有意見調查 這個題目呢 可能大家覺得 怎麼問這麼沉重的題目 當然它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 如果你願意幫我按讚分享 讓更多人去做這個問題的思考 我是特別的感謝 我當然不希望走到這一步 當然不希望 那如果有一天走到這一步的時候怎麼辦 如果在民主跟和平之間要二選一的話 你只能二選一的話 那你怎麼辦 好 那當我們還有還有選擇的時候 我們應該做什麼 好不好 所以我只有兩個選項 說賢兄 你逼我兩個一個選一個 那我不投了 你不投我也沒 不投我也沒辦法 所以賢兄 那題目看了傷感情啊 我跟各位講 傷感情的還在後面 我先播一段 這個我一直 我要教郭台銘用成語 這個才叫耿耿於懷 來 我很久沒有播了 讓我播一下 33秒 非常的短 我也想以身為立法委員的身份 接下來用幾句英文來表達我的看法 我認識這堃議員 我認識它 民主的議員 這堂議員 維持的項目 的項目 和民主要製造 民主要的選項 總統的党部 推動 致致吾 實在是 致敏 幾年 的共同 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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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總統的 共同 共同 這個 搶建了一種維俄的共產協議 這個 講話的是當時的立委蔣文安 現在是台北市長 那非常遺憾像朱立倫 蔣文安 這些國民黨的躍腳 他們對去年佩洛西的來訪 都是舉雙手歡迎 我特別譴責這個 這個當時是友台的主持人 现在已经是台北市的文化局局长 蔡思平 蔡思平去年裴洛西来的时候 他还在友台 当任这个主持人 蔡思平说 我想不出来有任何理由 不欢迎裴洛西来 我想不出来有任何理由 不欢迎裴洛西来 OK 那个士平兄 这个古神巴菲特把 这个台积电的AD都卖光 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 我实在是很难苟同 像国民党的这些叉叉 民进党眼巴巴的欢迎裴洛西来 这我可以谅解 对于民进党这么蠢的行为 我可以谅解 因为民进党他就是抱着美国大腿 裴洛西来非常的欢迎 蔡总统跟麦卡锡见面 开心的不得了 这个民进党的所作所为 我不意外 国民党也跟着起哄 国民党也欢迎裴洛西 国民党对蔡总统过境美国跟麦卡锡见面也乐观其成 我都不晓得国民党这到底是 什么样的烂党可以到这个地步 这个我就非常的差异 这给我这个马克宏的那个幻灯片 这个是我们台湾的一个电池厂叫做灰能 他到法国去投资 那法国的总统马克宏亲自接见 你看到这个马克宏高规格的礼遇我们的这个电池的这个厂商 他到法国去做投资 那他们这个投资项目叫做选择法国 其实美国有类似的招商的行动 叫选择美国 美国叫选择美国 法国叫选择法国 那这个当然说我们 你会觉得说 这个你看这是我们灰能的执行长 那马克宏就是 你看他都站在马克宏旁边 这个显然就是马克宏对他的礼遇 对他的这个重视 那在介绍的时候呢 马克宏也特别讲 就说这个是来自台湾的 就当了全世界 因为法国是欧盟的这个大国 他说这个这个灰能的这个电池厂 在我们法国这个投资 这个是来自台湾的 你觉得这个 嘿我们的我们的厂商 有有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 这个电池的这个一个一个专业 跑到法国去投资 然后法国总统亲自的接见 然后公开的宣布说 哎呀这个 是来自台湾 好面子里的始祖 当然你知道他们这种 呃招商的行动 像前一阵子那个 韩国的总统不是跑到美国 去国事访问吗 尹锡悦 那尹锡悦他到这个 当尹锡悦是去跟拜登见面吗 那尹锡悦他不是 当然不是一个人去 他带着韩国的那些财团 好像那个什么三星 这个现代汽车什么LG什么 就是韩国的这些这个大财团 就跟着影席业去 然后呢 那干嘛就是经济实力的展现吗 好也跟美国有什么样的投资 有什么合作等等等等 那这些这种招商行 他一定会给你这些什么 租税方面的 关税上面的这种的各种的优惠 好那你厂商决定在这个 这个这个法国投资呢 这当然你光看这些照片 你会觉得说 我们的这个这个 台湾鸣啊 这个在这个世界的舞台 那有他这个固态电池的专业 闯出一片天 本来看到这边是一个好消息 好 结果后面呢 这个就大家看了就心情就不好 我先跟大家讲这个数字 这个灰能这家电池大厂呢 他在桃园的投资是 这个42亿台币啊 他在桃园啊 有一个新的这个 这个工厂 投资42亿台币 那他这次去法国投资是52亿 52亿的欧元啊 52亿的欧元台币大概1700多亿啊 也就是说 我们台湾的电池大厂 在我们台湾的投资 台币台币 用台币来比的话 他在桃园的投资是42亿 他远远的跑到法国去投资 投资了1700多亿的台币啊 好 那你当会想说 那那你为什么跑到那么远去呢 你千里迢迢跑到法国去干嘛呢 你为什么不留在台湾投资呢 你我们用台币比台币 你在台湾只投资42亿台币 可是你跑去法国投资的1700多亿的台币 这个 为什么 那我跟大家解释 这个灰能的这个执行长 就是你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 这个跟马克宏合照的这个 这个执行长 那他是给我单张的那一张 单张的那一张 那他在接受路透社的这个 这个专访的时候 他有提到 他说啊 因为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问题呢 董事会决定 不再扩大台湾的产能 台湾的产能这样就好了 不要再扩大了 因为政治地缘政治的问题 我们在台湾的产能就 42亿台币就好了 这是灰能的执行长 好 在路透社的专访讲的 因为地缘政治的问题 董事会决定 不要在台湾扩大产能 所以他们经过评估之后 因为刚好法国他们有一个 一个我刚跟各位讲 他们有一个 他们都是一种package 一个一个专案的program 就是说你来我这边投资 我给你什么优惠吗 因为全世界的这个国家 都在加强这个各种的投资吗 好 那我一定是给你相相关的优惠 你觉得我的条件最好 你才落脚在我这里吗 好 比如说像他们这种大的这个工厂 一定是有 第一个有电的问题吗 有水的问题吗 有这个航运的问题吗 空运航运 然后关税的问题吗 还有劳工的问题吗 各种的问题 他要有地啊 你要我盖工厂 对不对 那我工厂要多少钱啊 你的电够不够啊 法国是不会缺 因为法国他有很多的核能电厂 德国最好玩 德国说我们非核家园 然后因为德国没有电啊 电不够啊 德国的绿能的电贵的要死啊 所以德国跑去跟法国买电啊 你的电卖我 我用钱跟你买 那德国付钱跟法国买什么电 买法国的核电啊 因为核电最便宜啊 我就卖你啊 我赚钱啊 这个这样也叫做非核家园嘛 这个我也不太懂德国在想什么 所以你看到这个灰能的执行长呢 他在路透社的专访讲这个时候 大家听了心情就不好啦 原来你跑到法国去投资 是因为政治的问题啊 你不要在台湾扩大产能 所以你远赴到法国去投资 去盖新的工厂 你在台湾投资的42亿台币 你跑去法国投资的1700多亿台币 就更不要讲说这1700多亿台币 如果留在台湾投资 可以创造多少的工作机会啊 可是他跑了 他就跟你讲说 我因为政治问题 我们董事会决定 我们要 这我要请大家谅解说 也许你从其他媒体 这个上个礼拜也多多少少 这个看到这个新闻 因为这是上礼拜的新闻 所以我刚刚前面跟各位听众 有没有抱歉说 跟财经相关的新闻 我的这个设例是非常非常的不足 可能你在其他媒体已经看 你现在看到我这张照片 就是TVBS的这个新闻 前几天提台的新闻 这个站在马克宏旁边的 就是我们灰能的执行长 那这个CEO他讲说 这个灰能不再是台湾公司 这当然是在路透社的专访 报导说我们他英文叫什么 not anymore 就说我们跑到 因为这个是灰能他到海外的 最大的投资案 你算也知道吗 他在桃园那个厂才42亿 他跑到法国那个厂是1700多亿 这是几倍啊 我也不知道这怎么算 可能三四十倍吧 这个最大的投资案到了 这个法国 所以他说我不再是一个台湾公司 not anymore 结果这个消息出来 我们的经济部长 这个王美花就吓一跳 说你怎么讲这样的 王美花就赶快出来灭火啊 因为这个经济部长 说你这样子大家面子挂不住啊 你说你不再是一个台湾公司 not anymore 这个大家听的心情都不好啊 所以呢 我们的经济部长王美花 你知道王美花的学姐是谁吧 王美花的学姐就是蔡从彤 那王美花的夫婿 就是我们国安会的秘书长 顾立雄啊 顾立雄这个叉叉 我们就不谈了啦 那王美花呢 看到这个路透社的报导呢 他就能打电话给这个 就站在马克宏旁边 打给辉能的执行长说 你怎么讲说你不再是台湾公司 结果辉能啊 在王美花的关切之下发了一个新闻稿说 我不仅是台湾公司 这个是我们七八一起来 就是他在外面讲说 我不再是台湾公司 那经过王美花的关切之后 他说我们新闻稿改一下 王美花说是外媒的报导 not anymore要怎么翻译呢 not anymore 那当然就不再是台湾的公司 怎么 没关系 英文不好 中文不好 法文不好 好了啦 反正就是翻译的问题 那我请问你 不再是台湾公司 跟不仅是台湾公司 这个到底 我又觉得我们 这个蔡政府的官员 特别像王美花这种 就是一个标准的鸵鸟心态 你会能说你不再是台湾公司 这个大家面子挂不住 一定是心情不好嘛 不再是台湾公司 那我们就把这个 用out的说 翻译错了啦 叫做不仅是台湾公司啊 因为我是台湾的公司 跑到法国去投资嘛 我不仅是台湾公司 我变成是一个跨国的国际公司 这样心情应该好一点嘛 不再是台湾公司 不仅是台湾公司 好啦 各位听众朋友 这个文字游戏 我也不想跟蔡政府 还有王美花计较 可是呢 我想请问这个经济部长 王美花部长 那他前面讲的那一段 那一段怎么办 我们这个灰能执行长 他说 董事会决定啊 不要在台湾扩大产能啊 因为地缘政治的问题 不要在台湾扩大产能啊 那你要告诉我这两句也是翻译错误吗 不再是台湾公司 跟不仅是台湾公司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他已经用脚投票了 他已经把他的最大的投资案 跑到法国去了 那为什么灰能的董事会会觉得说 在台湾不要扩大产能了呢 为什么我们地缘政治的风险 不只我们刚第一段跟你讲的股神 巴菲特 还有我们自己的电池的厂商 灰能 他都觉得说 我们不要在台湾扩大产能了 因为地缘政治的问题 因为这个风险 我们不要扩大产能了 为什么 我想请问各位听众朋友 这个比较重要 还是国民党征召谁比较重要 国民党征召谁很重要吗 我都请大家笑看跟平常心 你征兆后仪 你就征兆后仪 你征兆过台湾就征兆过台湾 我关心的不是那个啊 你征兆过台湾我也拿不到钱 你征兆后仪我也拿不到钱啊 我根本无所谓啊 我比较care的 我比较难过的是 不只是全世界知名的股神 华伦巴菲特 他说我们地缘政治风险 连我们自己 我们台湾的电池大厂 灰能 他在桃园投资42亿台币 他跑到法国去投资台币 1700多亿 这个是政绩吗 蔡总统 王美化部长 这个是你的政绩吗 他为什么不在台湾投资呢 他为什么说我们地缘政治风险呢 他为什么不要在台湾扩大产能呢 你不是说你这政很厉害 民进党什么 清廉情政爱乡土 不是说跟全世界的民主伙伴站在一起吗 为什么人家都觉得我们兵凶站违呢 为什么 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就短短的这一两年的时间 那变化这么大 那到底为什么 这些可以用脚投票的人 他们跑了 他跑到法国去投资 股神巴菲特他认赔杀出 对他来讲这没什么 40亿美金 我们是天文数字对股神来讲 他那个播客下 那个投资那个这么大的 就算赔他也无所谓 投资那我一定都赚钱了 他也可以认赔杀出 对不对 我们的台湾自己的厂商用脚投票 股神巴菲特 卖掉台积电ADR认赔杀出 那我们呢 我们这些老百姓 我们也可以用脚投票吗 我们也可以认赔杀出吗 到底我们什么时候才会醒 好不好 各位线上的朋友 请你帮忙按赞分享 特别是你身边如果有绿的朋友 请他们看看这些新闻 佩地晚餐 我是陈维文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意见调查 比较伤感情 也比较伤脑筋 需要你动脑去思考的题目 好不好 很遗憾 就是让大家都去思考 不同层面的问题 假如 我是说假如走到这一步 假如民主跟和平 民主跟和平只能二选一的时候 你的选择是什么 那我设定的框架跟题目就是 民主和平 你只能两个选一个 你选了民主就没有和平 你选了和平就没有民主 你只能二选一的时候 所以这个大家投票 好不好 待会这个50分统计结束的时候 我再来跟大家讲 赖清德的答案 那如果今天真的走到这一步 民主跟和平只能二选一的时候 那是非常非常的悲哀 好不好 所以我们不要 不能再粉饰太平 不能再温水楚青蛙 我之前看到那个媒体的报导说 那个良民证 因为你现在很多 很多这个工作 很多外商 以前是只有外商 现在很多我们本土 local的企业要求要有良民证 那良民证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要到警察局去申请 他会调查你的背景资料 证明你没有任何的前科记录 这个叫做良民证 那除了特定的行业 比如说保全业 有些外送员 他也要求良民证 一些外资 外商的公司 他也要求你要良民证 那另外一种需要良民证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办移民的时候 移民啊 用脚投票 比如说你要移民到这个美国 或者加拿大 你要去拼这个绿卡 或枫叶卡的时候 他有的 因为看你投资 因为他的移民的项目有很多 像投资移民啊 各种的什么 什么什么 抽乐透什么的 他们移民也有乐透可以抽 这很多种项目 但良民证 我一直很好奇 为什么好奇这个数字 我之前跟大人就说 到底从裴洛西 引发的这整个解放军的这个演习 我们还是要先跟大家做个防火墙 就是对北京当局 对我们台湾的文攻武嚇 我们是绝对严厉的谴责 因为是没有意义啊 也没有帮助啊 但如同我也跟大家解释过说 如果他都不表态呢 如果今天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裴洛西都来到我们这边访问 蔡总统都亲自接待 还振勋 高规格的敲锣打鼓 然后这样的宣传 假设北京方面一点点的反制动作都没有 第一个他们那边的民意沸腾 第二个他会释放出错误的讯号 以为这个没关系啊 那下次来的可能就是美国的副总统 甚至美国总统亲自来了 所以我不是要去帮北京解释 他今天这么强大也轮不到我去帮他解释 我一直很不喜欢这种两岸兵凶战危 这个一触即发这种氛围 这个真的没有意义啊 但是我一直不太理解就是说 到底裴洛西都来我们得到的什么 这个很奇怪了 所以各位听到没有 我们要先把这个 冤有头再有主 我们今天地缘政治的风险 民进党是难辞其咎 因为会发生这样的危机 第四次的这个台海危机 我讲就是去年八月的解放军的这个军演 我们再度的谴责解放军的文攻武嚇 可是孰令自知呢 为什么阿扁当八年的总统 解放军没有演习 这你要去问陈水扁啊 陈水扁现在每天在帮他的儿子伸冤啊 他儿子被抓去关啊 A了那么多钱关一年我也要去啊 好这陈志忠也莫名其妙啊 那为什么马英九当八年 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呢 陈水扁八年没有军演 马英九八年也没有军演 那我一直不懂说这个 去见这个裴洛西 蔡总统见了美国的中院议长 我们的到底意义在哪 你得到了什么 麦卡锡这次也本来也说要来啊 结果经过一番折衷之后 变得是蔡总统过境美国的时候 麦卡锡在加州跟蔡总统见面 解放军这一次的军演 就没有像上一次的飞弹射到头上来 他的相对他的成绩就降低了 他还是表达他的文攻武嚇的这个威吓 可是我现在不管解放 我再强调一遍 again 我非常的谴责解放军的文攻武嚇 好不好 不然人家又说我是中共同路人 这很麻烦 那我们不讲北京跟解放军的动作 我们就讲我们得到什么 蔡总统在台北见的裴洛西 在加州见的麦卡锡 我们得到什么 我不晓得我们得到什么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样的安排的意义 在哪里啊 在哪里 你以为美国真的支持我们吗 美国为什么会想利用我们 不是但台湾多漂亮 不是啦 你如果有这样的解放 台湾很重要 台积电很重要 没有那么重要 我们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可以拿我们去要挟大陆 而每天不要每天讲说什么第一岛链 什么什么台积电 什么那个笑死人 人家辽宁号山东号都跑到台湾东部来的 你还在第一岛链 你是气笑 还是你要跟于北辰一样 说山东号跑过来 山东号被包围了 我也是罪了 于北辰说山东号被包围了 这个话他还讲得出来 山东号被包围 然后解放军点点 我也懒得讲他了 他那天那个谁啊 讲一下郭台铭的笑话 说有媒体误解郭台铭的意思 像郭台铭当副总统也可以 那郭台铭跟郭伴立刻就成亲了 于北辰在友台讲什么 他说郭台铭看到这个新闻很生气啊 气到凌晨一点还睡不着 郭台铭几点睡觉你都知道 于北辰 你现在这个水准跟周玉寇有什么不一样 郭台铭气到晚上一点还睡不着 这样你也知道 于将军实在是 阿智给我哪一张 蔡总哪一张 我给大家听一个话带 这个是金周刊啊 这个老谢啊 谢金河的金周刊 他已经办了第八次蔡总统跟高中生的这个 这个面对面的座谈 不过呢 我看T台的新闻报导是有高中生很奇怪 就是他们很想问蔡总统兵役的问题啊 因为亦南不是要从四个月变成一年的这个疫情 结果很多高中生很在意这个问题 结果在整个座谈里面 这个问题竟然没有被提出来 这个也很奇怪 没关系 我现在让你听的这个 是主持人他帮网络提问的人提问的 高中生他没有到现场 他透过网络提问 然后呢 现场的主持人帮这个提问的高中生把问题问出来 然后蔡总统有回答 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现场的这个 很短啊 这个19秒 怪怪 好像现在50分了 我们请阿智统计一下 我给他听听看 前面讲话的是现场的主持人 后面回答的是这个蔡总统 来 您觉得如果中国大陆攻打过来 台湾是否有相应的实力去做抗衡呢 现在全球的共识 我看已经是共识了 台海的问题 一定是要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 战争不是选项 全球的共识 包括习近平嘛 最重要的是习近平要点头 这个哪是全球的公司呢 蔡总统很喜欢开玩笑 我再从头播一遍给你听 你仔细听那个现场音 您觉得如果中国大陆攻打过来 台湾是否有相应的实力去做抗衡呢 蔡总统的废话就不用再听第二次 谢谢阿智 我不太理解这些高中生 请总统很粗鲁的问你们 你们在笑什么 这问题很好笑吗 如果攻打过来 我们能抗衡吗 我不晓得你们在笑什么 你们这些高中生 我很抱歉 你们是有病吗 你有什么毛病 这问题 你再听一次这问题 我不晓得这问题到底好笑在哪里 您觉得如果中国大陆攻打过来 台湾是否有相应的实力去做抗衡呢 这是现场的收音 What happened 你们这些年轻人 你们这些高中生 我也不要用很粗鲁的话骂你们 这有什么好笑的呢 你们以为这不会发生吗 如果中国大陆武力攻打 我们有办法抗衡吗 蔡总统有回答问题吗 他根本是答非所问 我们的答异啊 来来来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今天的这个 这个 意见调查的结果 谢谢1883的朋友 这个 参加我们的意见调查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我知道这题目 当然非常的伤感情 大家看的心情都不好 心情不好 是正常的 来 在民主跟和平之间 如果只能 二选一 你要选什么 选择民主的是15% 选择和平的是84% 这个谢谢 谢谢我们这个参加 这个投票的朋友 如果只能二选一的话 你会选什么 民主跟和平只能二选一 你选了民主就没有和平 你选了和平就没有民主 也许我的这个问题 还要再再褪一下 更明确这样 只能二选一的时候 你选择的是什么 选择民主的是15% 坚持要民主 没有和平也没关系 选择和平的是84% 我跟他讲一下这个 赖主席 赖清德党主席的答案 赖清德在民进党的 这个记者会被问到这个问题 他选的党主席很风光 可是外国的媒体就问 这一题是外国的媒体问他的 赖清德的回答 容我跟大家报告 赖清德的回答 跟蔡英文的回答是一个套路 你问A我答B 你识问我虚答 赖清德根本没有回答 外国媒体的这个问题 老调重谈 我们坚持民主自由 我们这个怎样 赖清德没有回答 要选民主还是选和平 他直接闪躲这个问题 这个因为赖清德跟蔡英文 就用一样的套路 闪躲的这个问题 那非常遗憾的 我让他听这个 台湾的高中生年轻人 高中生应该16、17岁吧 他们听到这问题 他们的现场是哈哈大笑 我是不晓得有什么好想 因为我跟各位讲实在话 我啊 我50几的 这个土也满一半 搞不好买到三分之二 四分之三都不一定 是未来是你们这些高中生 你们这些年轻人要去面对的 你们念的是什么课纲 你们念的课纲 是对整个中国 对大陆的连结 是疏离 是仇恨 是违背中华民国宪法的课纲啊 所以我也不跟你们这些年轻人 跟这些高中生 这个跟你们也没什么好计较的 不是你们的错 好 那你们在绿媒的洗脑之下 因为像我刚刚跟各位讲这两个例子 一个是股神巴贝特他卖的这个例子 卖股票的例子 还有我们自己的电池大厂 跑到法国去投资的例子 我想问大家 来是第三标 如果戴清德赢得2024 你觉得台湾的政治风险是上升还是下降 如果戴清德明年当选的话 戴清德有可能会当选 为什么 他现在民调是领先的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大家 这样子还是要投民进党 这样子还是要支持戴清德 那我们就回来说 假设赖清德当选2024的总统 整个台湾地缘政治的风险 会上升还是下降 类似像灰能电池大厂 或者像股神巴贝特这样的外资投资 他会增加还是减少 你要去思考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走到这一步呢 那今天国家在蔡总统 在民进党完全执政的领导之下 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我们还有没有选择的机会啊 好吧 拜托大家这个想一想 谢谢啊 我们明天见拜拜 by bwd6 来吧